Hello 大家好 歡迎又回到香港新聞 我是阿菲 我是BaoBi 好 今天會跟大家說 對不起 先給個like 說什麼都好 先給個like 我剛剛放高 回了十個小時 特地跑回來就跟大家update一下 跟大家update一下新聞 沒錯 就給個like 武功都有勞 OK 首先我們先講講香港疫情 然後Maren已經唱過那裡 Mo的爸爸有發到一些代討信 稍後再跟大家說說內容是什麼 近期這兩天都很大一宗新聞 就是關於大角咀謀殺案 我們再看看內情 因為有關於交給朋友贊託 再研究一下 為什麼會發生了 為什麼會有謀殺案 之後在網上傳說 就是以永久來說這個原因 然後拿NPF的那些人收到一封神秘的信 但是積金局就說 咦 我們沒有傳過這些信 下一宗就是關於在荃灣的 之前荃灣我們也有報過 就是有些交通意外 今天也有一個是罪嫁的男生 我直接失控橙 想去行人路 嗯 之後就是觀塘了 有一個老人家就在天橋墮下 宋遠之後不止 然後有一個非籍的女生 就在網上墮入了這個招聘的陷阱 那些人上網大家小心 嗯 然後有一個赤柱金獄63歲的男囚犯 就因病離開 那之後呢 還有很多交通意外的 新聞門跟大家再聊一聊 那我們先說一下疫情 今天呢 就香港政府就 首階段就說要打擊這個衛生黑點的計劃 那為期就三個月計劃 那包括會清理街道 後巷這些衛生的黑點 還有一些鼠患黑點等等 像不像一點 哈哈哈哈 還有他們說會拆除一些危險 和棄致的招牌 是的 我們之前也有說 可能真的會弄一些招牌 是不是聽到我們的廣播 所以特意想拆招牌 我們說的 我們的first take 我想很多人都有這些想法 不過衛生那裡就遲到沒有了 他就說一直由現在去到十月份都會全力 清理全港六百多個衛生 和街道的管理黑點 這個卓永興 他是政務司的副司長 他就說今天下區之後就說 未來可能要再加多些閉路電視 閉路電視就 他想拘捕人是誰的亂拋垃圾 我閉路電視就說沒有留言 但我覺得清潔那裡是一定要的 大哥 香港是什麼 International City Financial Asia Hub 全世界的國際城市 是 大哥 現在去到旺角又臭 後巷那裡真的不行 真的很臭 老鼠也很大隻 有啊 我晚上下班的時候 在荃灣的陽屋到街市外出面 哇 大哥 很大隻老鼠 到處走 我們下班都差不多12點 1點晚上 對 就是晚上沒有人的時候就看到 趕開就趕開 我以前走過荃灣 我都要經過千食店那邊 有時會經過街市 街市未開 前面那些批發箱 就放些肉在外面 然後有一些 嘩 有一些 流浪狗 就會在那裡走來走去 來看來看來 聞到那些 我都覺得很噁心 原來這麼不衛生 International City 算了 繼續 超哥聽到的 麻煩進步一下 遲到那個沒有到 至少有到 還有大家不要亂拋垃圾 因為之後會上條這個罰款 然後我們講一講今天的疫情 新增了4979宗 然後包括215宗是輸入個案 屯門醫院一個五歲 九個月大的女童 就是一個危桌的個案 今天情況還沒好轉 依然是危桌 11歲的姐姐也確診 之前已經打齊針了 情況暫時穩定 不過有少少喉嚨痛 下一單我們講MIRROR 其實由MIRROR MIRROR受傷到現在至少有兩個星期 差不多 多一點 對嗎 對 爸爸今天也發出一個代討信 說什麼呢 他就說 也是那些感謝神 各項的治療 都可以按照醫療團隊的進度 和評估是進行的 那開始也有和囝囝有溝通 那在這個患難之中見真情 就看到其實 發現原來家庭經歷了一些事情之後 他們的親情是更加可貴 那希望 那種溫暖都可以依然是同在的 還有他再次是感謝QE的醫療團隊 還有多謝蘇晴 說他好陪著他 還有照顧MIRROR 還有他們現在暫時需要一些空間 去面對MIRROR的治療 多謝各方面的關懷 之後我們就不會在公開場合 再幫他發表他的情況 請見諒 今天不好 為甚麼 我覺得這樣不好 現在全世界就是想知道 你的傷勢多嚴重 你一不更新他的情況 我覺得會令到更加 那些粉絲那些會猜一下猜一下 其實現在就是想知道 他可不可以以後再康復 其實我們是怕整件事會淡忘了 但是可能傷者和他們家人都有選擇 有個Privacy Privacy和Privacy 但是傷勢會弄到人會怎樣 大家都想知道 我也明白 我覺得這件事不贊成 但我就不希望他們會淡化 Privacy和Privacy 不過你日後的事情或者安全 一定要知道有多嚴重 你一Privacy了 就沒有了 基本上是淡化的 其實這件案件還在調查中 雖然說是金屬疲勞 有甚麼引致到金屬疲勞 這件事你就之後再看 其實有很多原因 其實我們上個影片也有說 有甚麼搞到金屬疲勞 如果你們想聽 可以聽聽聽那條片 下一題我們說一下 這個大角咀的謀殺案 有一個小朋友 三個月大的男嬰 就說是交由一對夫婦 暫時去托管 誰知道在13號的凌晨 送院是不治的 看到她的身體有很多處都有瘀傷 還有臭傷 可能是臭傷 警方調查之後 然後就拘捕了35歲姓葉的南部案人士 以及24歲姓林的老婆 兩人就涉嫌謀室 現在求查 姓鄭的親生父母 今天就回到現場 拜祭過了生的兒子 兩個人看起來很傷心 又哭 媽媽就說 其實月初她是因為有份新工 就覺得分身不到 就把兒子交由被捕的女子去照顧 他形容其實對方很善良 然後又說其實她的老公 但她說她有指 對方的老公曾經是 吃完把兒子獨留在家裡 而且對她動操 其實她知道了這件事 為什麼她還會被他臭呢 是不是有前科 所以她就說我很後悔 不知道為什麼被他臭 如果我是她媽媽的 我知道前夫有這些若兒 或者是脾氣暴躁的 我怎麼會被他臭呢 你明白嗎 是啊 嘩 大哥 那個寶寶很小而已 OK 這些事情 我覺得你們生寶寶之前 很多人都要想清楚 嗯 你是照顧到的才好生 是不是 那說下一單 就說這個 有些人就是因為說 之前想拿強積金的時候 寫了說我會永久離港 導致有些人就說 好像收到一些神秘的信封 但是積金局又說 他們從來都沒有發過這些信 這麼奇怪 對 那封信裡面 列明了指定離境的時間 要求你離境的時候 將封信交給入境處的職員 而且就出示了一張圖片 它信封上面就寫著 入境處的那個 那個郵件的那個 那個Stamp 是的 鐵文就質疑 積金局和入境處是否有聯繫 就是想我們回香港申請 就是拿回強積金的時候 是會增加我們的難度 然後令到入境處 對已經永久離開香港的人 申請人是有這個執法的權利 是的 但問題是 積金局就說 我們沒有發出過這些信件 然後就說 是否有些人 有些虛假的失實言論行為 就叫市民不要在網上亂傳 消息人士都指 香港居民在機場離境的時候 經過入境處的櫃台 只需要出示旅遊文件 例如 護照 機票等等 就不用出示其他任何的信件 即使涉案早前已經有行動過 但他們是 就算你給他們 都不會打開信 他們就說 他們只需要你的護照 以及一些旅遊證件 機票 這些虛擬虛假的信 就不要開來看 然後上檔 之後又說你欠錢 又說要給多少多少 這些就不要被人騙 嗯 對 真的要搞清楚一點 對 雙重檢查 即使有個牽張 直接拿一封信 去問一問 最好打電話 問一問就最好 不要打 封信上的電話 自己上網查 拿電話 對 查官方的電話 對 那封信的電話 可能就是騙徒 所以大家小心點 對 說到小心 最近大家就算在街上 都不要掛念電話 嗯 真的要看一看 路上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最近真的有很多交通意外 其中一宗 就是有一個喝醉酒的人 就在荃灣 就失控 就慘想行人路 那意外裡面 就有一人受傷 那現場的店舖 敗路電視 就剛好就拍到這一下 事情發生的時候 那就是一輛銀色的私家車 就撞向了一間路邊的店舖 就掃爛了一些玻璃 還有幾張椅子和桌子 那其中一名食客 就懷疑是走臂不及 就撞到他了 那條片 你也看到 攝氏司機在現外發生之後 是沒有立即落車 反而繼續走前 那最終因為爆胎 所以才被迫停下來 嗯 想走 不顧而去 那警方知道了之後 就趕到現場 那一名姓安 27歲的男司機 未能夠通過酒精呼氣測試 涉嫌危險駕駛和走後駕駛被捕 那之後就經調查 就改以為這個危險駕駛 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 就拘捕這位男子 那懷疑這個事件中 受傷的男子 手腳面部都受傷的 好彩 對 然後就送給了他人際醫院治理 喝了幾杯屎水 就當自己是車手 對 乘的士回家 對 像是Uber 那之後就有一個 是觀塘道 有一個老翁在天橋 就掉下來 送完之後不治 現場就遺留了一些輪椅 運輸處就說 受突發事件影響 觀塘道去這個 由唐方向的快線是一度受到封閉 不過之後就解封 有沒有說他怎樣跌 沒有說 現場也沒有說收拾到任何遺書 所以警方也說之後有待調查 調查調查 下一單一個非籍的女子 就墮了他這個網上的招聘陷阱 用這個代購虛擬幣 損失了7500元 早前就說他有收到一個陌生人 送給他的一個招聘訊息 通過充當買家 就在這個平台代為購買虛擬貨幣 就賺取用金 那女事主就依他這樣說 就把7500元 就傳到對方一個指定的帳戶 就說我會幫你買一些虛擬貨幣 那騙徒最初就向受害人發放用金 以博取他的信任 又是這些 對 都說了 我們之前也說過的 差不多有這些個案 給你一點甜頭 之後再吃你 之後大單一點 整個人不見了 那時候才騙你 給你一顆糖 然後就把你整間廠 對 你這個說得好 OK 之後就說他突然消失了 對方的騙徒 那女事主才知道自己受騙 那現在就 這個油尖警區刑事調查隊會跟進 都是這樣 聰明一點 各位 對 對 小心 不要順便很多騙人的事情 赤柱監獄 63歲的男籌 就因病離世 這個犯人 就在2021年的7月 因為販毒 就被還押 他就在今天14日 就因病離世 情教署就說他本身是有一些慢性病的 一直都需要去醫院治理 或者跟進 樓院情況惡化 到今天下午就不止 警方是會在死因庭上再認訊 暫時還未知真實是怎樣 那下一宗又是醉酒駕駛 大佬是怎樣 現在是不是 為什麼這樣 其實現在 林鄭是否說中了 什麼 之前說不可以給酒駕駛的復甦 為什麼 因為如果給酒駕駛的復甦 那些活動在酒駕駛是會抗散COVID 而且酒永遠都會累死 現在是證實了他這樣說 基本上很多事情都是由酒因而起的 是啊 我想政府需要多放一些這些宣傳片 就是叫那些人不要走後駕駛 是啊 真的要小心 這個就是這樣 大哥 四十三歲司機一天兩道酒駕被捕 第二次被捕 兩夜 一天入面 先被罰交出 那個 就是那個 driver license 第二天再駕駛另一輛車 再犯 嘩 你還要看到他是駕駛 寶馬 是的 這些人真的很明顯是有錢 第一輛是Mini 是的 太有錢 這些人都不理你 嘩 是的 那 都是因為未過到那個呼氣測試 總之現在有五宗序就告他 是的 入獄吧 這些 馬路上少這些人 越好 那下一宗就說行山 其實香港真的很多人行山 但是 我也不知道 大家知道自己的能力去到哪裏 是的 應該就以為我可以可以走到的 但是最後有時候發生意外這些 就是想找人救你也救不到 你十年前走過 和你十年後再走是兩件事來的 2019年到現在 你三年前走上去 和現在這三年來都不能做運動 現在才走上去 還要這麼熱 你還走上去 真的 你的身體整個功能都不同了 嗯 那這宗案件就是 在早上的11點23分 差不多到12點了 這些時間真的很浪費 如果你要去的話 其實你早一點去 嗯 那他就在東龍州行山 和朋友 那期間懷疑中暑就暈倒 那同行那些人就 哇大哥 怕你有事啊 立刻報警 那政府呢 就飛行服務隊 就派出直升機協助 那事主之後就恢復清醒 那就由直升機送院治理 那懷疑呢 就是因為他走到這個 東龍州的八岸的時候 就突然間他說 有一陣怪風吹過來 那突然間就不舒服就暈倒 這樣 中暑了 是啊中暑了 那大家真的小心一下 就是行山的時候 那下一宗呢 就是關於一個 六十八歲的女人 就說他在紅磡 就在早上游泳的時候 那就不停大風浪就御匿 但是他就及時可以救 即是喊到救命 那消防員就立刻去救他上岸 那之後就無需送院治理 可以自行離開 嗯 是啊 那大家做運動還做運動 但是都要注意身體的情況 是啊 你十年前打球都可以又跳又很快 現在都不行了 就是大家自己知道自己什麼事 有事 是啊 下一單就是元朗公路 有輛的士就撞下去 這個貨櫃車的車尾 嘩 整個的士都爛了 是啊 那男乘客就被困帶 就幸好是消防救出的 嗯 那就是消防接到報案 就去延長救了他 那他當時是清醒的 之後就送往這個屯門醫院治理 是啊 那真的懷疑是 這個涉事的貨櫃車 就在左前輪就爆胎 就把車就停在路邊 那的士就懷疑是收制不及撞向車尾 我看下去的士是開得很快的 是啊 你是看到他整個前面是 不能用的了 已經是爛了 是啊 那下一單呢 就是關於這個 這個車 又是 私家車車牌又說他改裝機關 懷疑想避快想 那 就被那些警察下載了 現在 就是怎樣呢 其實是一些交通部人員 就在深水埗 就發現有三輛車 痕跡可疑 就懷疑他們是非法改裝的 上前折茶 之後就發現了其中一輛 私家車前排的 那個位置 裝有機關懷疑想避快想 那兩邊車車就貼了一些茶色的玻璃紙 我看到它的機關 我看到它的機關 是 如果我沒猜錯 這一部分 整個車牌可以發下去 或者發上去 哦 那他拍快想的時候就拍不清 是 我看到 嗯 那這個茶色的玻璃紙就一定不行 是不是 茶色 即是啡色的玻璃紙放在兩邊 放在兩邊 即是前面 兩邊的窗 那兩邊的窗 哦 太黑了 看不到人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應該是要清 不是一定要清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標準 可以看到 嗯 OK 我看到這個 是看不到的 對 是 下一單是 警察在全錦公路打擊非法賽車 兩個 就是 駕駛電單車的男生被捕 嗯 那就 懷疑他們高速行駛 就對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險的 那 那 都是小心啊 不要駕駛那麼快了 不要玩這些 是的 又麻地是一個醉酒佬 躺在地上 就是躺在地上 就租的士 滾過他的右手 之後司機不顧而去 警察現在是追查下落的 但我想司機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滾了什麼 是的 他可能以為自己滾到塊石 怎知道滾到人的手 其實這隻手也不知道有沒有 感覺不到的 是啊 都是叫你不要喝兩杯屎水 又是屎水 喂 那你覺得那個的士司機會不會提到他 查到攝影機也查到 查不到的 也很難查 有時候又沒有人證 對吧 嗯 又在荃灣 下一單又是 的士和貨櫃相撞 的士司機一度被困輕鬆 輕鬆了 輕鬆了 輕傷就送完 又是的士 對啦 就在千色匯隊開 就懷疑是設善問題 跟另外一輛貨櫃相撞 你看又是的士 又是荃灣 是啊 大家真的小心點 沙田九套山有個單位租到爆市 真的損失了手錶和手飾 如果大家在附近住的話 都小心 因為他是直接進屋 然後把你的隔板打開 嘩 有些人在家裡的隔板會爆很多東西 因為想著安全 如果有隔板的話 這些是會的 即是會開 即是會你 是嗎 如果不是 我怎知道你有隔板 不是啊 進來搜屋 還有可以打開 可能他 不知道他怎樣打開 一個朋友的朋友 或者一個親友的朋友 可能是可能不是 FF而已 FF而已 不知道 之前屯門的謀殺案 即是22歲的男生 過了身 又捐了一些器官 他生日的 然後打架 做和事佬 然後做不行 被人打死了 那天 現在警方先後被捕了五個人 涉嫌是岸中 即是兩名傷者 即是裡面有兩個傷者 可能之前都有送到醫院 現在再拉上他們 現在再談 其實你知道他們很小 有些是二十一歲 有十七歲 總之很小 可能一時衝動 就變成殺人案 認識錯人 就變成落案底 你這麼晚 那些朋友還要這麼晚 你媽媽那些時候 都叫你不要這麼晚 出街 還要回家 你這麼晚還要去吃宵夜 這些時間 不過很難說 年輕 還有一次半次 生日 出去玩晚一點 很難說 這些人 好了 我們說最後一單 就是上水有個補習社的女導師 懷疑因為工房問題 又出手打這個八歲男童 應該是男童 或者是她的家長之後 就報案 抓了那個老師 這個三十六歲姓羅的女職員 涉嫌是對看管兒童及少年 虐待和疏忽被捕 加入這個大埔警區刑事調查 第十對跟進 男童其實沒有受傷 就無需送丸 打是永遠都不對的 又不是你的兒子 你不適合的話 你不適合的話 你就跟媽媽說 你的兒子真的搞不適合 媽媽打兒子 都可能 都不對 是不對 但可能是合理一點 你一個員工 我叫你教我的兒子 你怎麼會打他 沒錯 你也覺得奇怪怪 對嗎 不行 所以不要做老師 對 還有如果我將來有小朋友 不用補習也不會叫他補習 對 因為功課壓力很大 有時候無端端補 不過大家都不知道 或者有任何資訊 就是說他被人打 對 只是說功課問題 就吵架 對 小朋友不明白就不明白 所以才找你教的 對嗎 對 你教不行 你動手打 我自己回家打就行了 對 你怎麼可以一時衝動 你這算是教育界的 對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聽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可以睡覺 Yeah Bye Bye